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防疫很重要 不过当务之急的是提升免疫力 所以免疫方必须立刻启动 中医博士今天会告诉大家 当年在抗煞他要分享他喝的保健茶饮 口罩乱下又应该如何自处呢 也就是说一周两个口罩如何重复使用 酒精如何自制 欢迎今天的首席嘉宾当年加入抗煞行列的前署长 叶金川 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以及今天会独家提供防疫方的 中医博士刘吉峰博士你好 欢迎好 大家好 口罩乱象怎么办 资深医药记者梁慧文 欢迎好 大家好 今天告诉大家提升免疫力更重要 你一定要请练防疫功 黄正斌老师 欢迎好 大家好 稍后还有两位特别嘉宾加入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精彩片段 主要你拿外面这个 先把它套上去 把它密封在你的鼻子上面 空气是这样进去 如果你病毒前面进不来 它是从外面进来 大青叶跟拜酱草是清热解毒 那这个植草是属于清热凉血 照我们中医认为如果你血怎么那么热 那其实你就不会有发炎的症状 其实粥是一个净红外线 净红外线它的波长很短 它能量非常高 所以欢迎你看我们利用大椎屑之后 它的大椎屑就出现微红的现象 刚好是三份酒精加一份的水 简单摇一摇 其实就是一个 百分之七十一点二五的酒精喷污 我能够把这个酒精喷在外层之后 再带这样比较能够保护自己 可以 你内外层都可以喷都没有问题 所以内外这样简单喷 如果你本来就没有生病的话 这样很OK 快速的一个发出一个弹力 把气灌到我们的丹切下去 啊 干嘛呀 那很轻轻的放松以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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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的医护人员都辛苦了 我们希望这一波疫情赶快过去 所长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现在目前在中国大陆 很多的医护人员站在第一线 他们情绪几乎都崩溃了 很多的物资是匮乏的 我们非常不忍生 是看到前几天的新闻画面是 有患者对医护人员吐口水 你怎么看在这一起 目前为止 整个疫情它还在蔓延 中国大陆它目前 整个危机处理的方式 一开始可能太乱了 就是十二月一直到一月 那现在其实慢慢在上轨道 它从全国调人 然后物资 现在应该不会像 这个影片这样的状况 不过我不是替他讲话 这个之前做得不好是一回事 那个都是武汉本身 但之后整个国家动员 包括军队包括来支援这个疫情 不过已经太慢了 就是散发到各个省 那么现在连浙江还有广东 都有第二波的都市的社区感染 我来看一段画面 这个画面是18年前 2003年的SARS 当时前卫生署长叶金川 他前进和平医院坐镇总指挥 很多人对那一年的SARS印象深刻 甚至是忘不掉 你看这个画面 全部武装 然后等到署长你出来之后 你必须还要在全程 从头到尾大消毒 我们记者也是 被采访您的记者也是 也要进行消毒 那时候的情况 抗煞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好吗 署长 那时候的抗煞 跟这一次的防疫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同 因为已经过了18年了 我们也学了很多 这中间其实还发生过 H5N1的禽流感 H1N1流感 然后EBLA我们没有 芝卡病毒 然后MERS 这么多次的所谓呼吸道感染 那我们的疾管署 其实是深情百战 跟当初情况不一样 当初一个防疫医师都没有 医师不应意做这种工作 只有我们都傻瓜会去做 那现在有25个防疫医师 在疾管署里面 他们也到美国去受训 那专业人员其实是够 技术上也改善很多 那个检验PCR 当初做三天做七天都做不出来 现在其实是两个重头就做得出来 我们向医护人员致敬 这是台湾防疫的第一线 医师是草木皆兵 看诊神经紧绷 叶教授 署长我们来看 这是全身的装备 照片来源是星光医院 进入隔离病逝之前 要先确认个人的防护装备 是否完整 它又到九项 对 这个是装备是在隔离病房里面 或是污染区里面才需要这样子 那它这个九口罩 然后连绳式的这样子穿 然后第二层的隔离衣 这个只是这样穿上去的 里面还有一层是全身的 那么手套它戴两个口罩 第二层口罩 外科口罩也是第二层 护目镜就是 戴口罩就怕它直接 噴到眼睛里面 但是穿这个 你一穿上去很热嘛 对 就是中间你不能尿尿 不能吃饭 不能 那下来其实是全身都是汗 非常辛苦的 非常辛苦 连我这样两个钟都受不了 你看我们工作也要八个钟头 我们要继续来告诉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 一张图看懂武汉肺炎跟SARS 也请您拿起相机拍下来 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 它跟SARS浅补期 我们先从浅补期开始说起 其实这个浅补期是SARS比较短 那武汉肺炎因为不知道 所以我们还是最安全 还是用十四天来做管制这样子 死亡率的部分我们特别用红色框出来 死亡率这个应该是十%左右 这个是最后统计的 那武汉病毒的死亡率这个对 但是可能会更低 因为一开始是很高的 一开始来说十五% 然后后来又十一% 那现在武汉本身是五% 但是奇怪的 其他省大概只有一% 那表示说一开始都没有防备 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现在慢慢大家都知道了 找一点治疗 那治疗方向可能也比较对 所以它远比这个来得低 防疫之后同时很重要的是 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所以现在的免疫方要启动 不是透过管道 取得一帖来自大陆官方 是在二月三号礼拜一发出来的 治疗武汉肺炎的正式中药用药药方 是 我想这是他们武汉市政府 说他们他们有一个一案 跟我们台湾有一个指挥中心 是一样的 那他们也设立一个叫 医疗救治组 那他们其实呢 我在猜啦 他们可能因为已经都试过这个方式 而且在中国呢 他们都是采取中西医结合 所以他们呢就找了几个中药的专家 还有他们这些像我们类似我们 疾管署这些专家 然后共同呢就研发了这样一个房子 那这个房子呢 它公文上面是有写说 已经得病的 或是呢现在正在亲中症的 或是你想要预防的 那一般呢 它就是要服用这样的一个房子 这是国内首家啦 首 这个官方的首家 大陆官方 这个药方的组成比较复杂 它的注尼在哪 它其实它的重点原则上 它除了这个 刚才一直讲叫免疫力提升 它当然它会让免疫力提升 那它它也是解那个表热 就是热症嘛 我们讲热症其实就是发炎 那有发炎才会有肺发炎 那其实呢它一个重点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方子里面呢 它的这个解热的药物啊 没有很多 它的很多的地方是要让皮湿 就是湿毒 这个湿的这个方面呢 把它去掉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 大陆可能认为 湿可能比热 可能比较促进免疫力 要救这个武汉肺炎呢 可能是列为第一位 所以他们就开出这样的一个方子 不过他们也蛮谦虚的 他们说新冠嘛 疑似的话 就要用这个麻性浆这些药物 那其实呢 这些什么生麻坊 生石膏啦 杏仁这一些 所以他们开出了这样的一个复方 然后它的 当然它的治疗的原则就是要 当然要把肺的热去掉 然后把一些毒啊去掉 你怎么把那个丝去掉呢 原则上皮组运化嘛 就是新陈代谢 所以它里面有一些什么 仓族药啦 这些药物 原则上呢就要把 皮的这个功能健全 然后把皮丝把它去掉 好 观众朋友请您拿起相机拍下 这个是中医博士的独门抗煞 当年在抗煞的时候 你自己喝的抗煞保健茶饮 它的成本有哪一些 当年抗煞的时候是2003年 2003年我刚好 北医医研所博士班毕业那一年 那我们校长就说 那你 因为我是学校公费出去念的 我们当时校长就问我说 你有没有什么包啦 那他说因为我们学校学生 我是台北护理健康大学 我那时候叫台北护理学院 也叫台北护理健康的前身 那一般呢就是 他就说要不然你就弄一个SARS包 因为我们学生 几乎在和平医院嘛 那刚才吴英杰有讲说 您跟慧文还有署长 你们在里面进去 其实我那时候我人是在外面 我就拿了这三个药物 这三个中药呢 在外面等 其实有很多学生呢 说老师老师你赶快进来 我说我没有办法进去 我很怕耶 我那时候还蛮年轻的 我那时候我就用空头丢的 丢进去医院 就丢这三个东西 让他们喝这个保健茶 那时候就是用大青叶植草 拜酱草 那其实这个配方呢 就是以前我弄出来 就是说 其实大青叶跟拜酱草是 清热解毒 那这个植草呢 是属于清热凉血 照我们中医认为 如果你血不怎么那么热 那其实呢 你就不会有发炎的症状 所以每包用煮沸的热水 五百CC去冲泡 那个是成品 对 这是我们一般冲泡出来的 那原则上呢 我们还是希望说 我们中医是要讲求辨证 所以如果你是舌红胎黄的 那特别的可以引用这个 这个所谓大青叶植草 拜酱草 那如果你是有点舌白胎白的 因为它是腰比较偏寒 那我们就不大建议你去喝 这样的药材 因为怕拉肚子 所以你要还是要 讲究我们的舌疹去辨证出来 这是提升免疫力的保健穴位 一共是六大保健穴位 来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你手上这个是 这是一个灸条 其实灸条是我们的爱业 那爱业是做什么 它是做凉血用 那现在呢 其实市面上 有这三种灸条 一个叫做 太乙真人发明的太乙灸条 那这也是从中国来的 那这个是日本灸条 那我们叫日本的灸条 那这个呢 黑色的大家看 这也叫灸条 那这个区别在哪里 这叫无烟灸条 因为我们知道武汉肺炎 它已经肺炎了嘛 那你在这个有烟的 这两根是有烟的 那在烟再冲到肺那还得了 所以一般呢 我们现在原则上 就用这种无烟的灸条 那一般我们就把它 用在穴位上 然后去活化我们的免疫性 所以家里没有这个灸条 您是按摩哦 对 用按摩也可以 你用你的拇指跟食指按也可以 好 首先从大椎穴开始 那大椎穴呢 其实在我们颈椎上面 就是你把头啊往下点 然后的话在这个凸起的地方 那前面这个地方呢 其实叫大椎穴 那其实我们咎呢 叫雀琢穴 雀琢穴就像那个鸟在吃水一样 那你看就这样子咎它 不靠近它 其实中医有两种 一个叫雀琢穴 雀琢穴就是比较中轻症的 那如果它真的重症的时候呢 中医就会把它烙下去 然后再敷冰块 然后再擦凡是零油 那一般轻重症就不用 所以我们利用 其实穴是一个近红外线 近红外线它的波长很短 它能量非常高 所以一般你看我们利用大椎穴之后 它的大椎穴就出现微红的现象 有点微红 有一点 对 那一般微红呢 我们中医的就叫做得气 那第一个 我们用大椎穴可以让热去掉 可以让它头痛的一些症状 去把它解决掉 好 那这是一般颈椎的部分 那接下去呢 我们就要往前面的部分 痰中穴 对 那痰中穴 刚好在这个两个乳头 连线的正中点 那一般因为我们可能 罹患肺炎的时候 会有胸悶的情形 那一般我们就用痰中穴 痰中穴在这个两个乳头 连线的正中点 那一样我们利用墨脂呢 按着病人的皮肤 然后这样子 这样子 就是你的 你的家属啦 或是你的朋友啦 也不一定要病人 那印度上你就可以这样去做一点 防疫保健的工作 那有热热的嘛 对 它有热的 因为它有能量在 这是一个 那一般呢要咬多久呢 一般我们都要咬三分钟 每一个穴位都咬三分钟 就确凑三分钟 好 这个叫痰中穴 那接下去呢 我们会到神缺穴 那神缺穴呢 一般我们如果 因为肺根 在中医呢 肺根大肠相表里 所以一般如果肺炎 就怕说它会拉肚子 就是我们的斗宅 那一样呢 我们在我们的肚脊呢 去给它 这样子给它 咬个三分钟左右 那会发觉有点热热的 那一般呢 我们神缺穴 还可以用这个 上下的压法 上下压法呢 会觉得更热 一般呢 它也是一个 咬的一个保健的方法 这个叫神缺穴 好 那接下去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气海关源穴 那气海关源呢 就是一般你如果 我们讲说 体内一定要有正气嘛 你如果正气在内呢 邪气呢 就不会来干扰 那中医的邪气呢 其实就是所谓 使的是叫做 细菌病毒 所以一般我们中医叫 浮症气血 浮症气血就是说 我们把症 把免疫系统的能力上升 把邪 什么叫做邪 把细菌病毒赶走 它就可以把那个 免疫系统能力上升 好 那气海穴呢 在这个 肚脊的下两指 下两指的这个地方 那一般我们 我们就可以用用这个 气海穴 还有关源穴 那关源穴呢 就要在气海穴的 再下两指 那一般呢 我们如果 不是 裤子不是很方便 那我们可以利用 上下上下的方式 好 就把它气补出了 好 接下去呢 就是我们的足三里穴 足三里穴呢 它其实是叫胃菌 那胃菌呢 在我们中医是 管免疫系统 跟内分泌系统 好 那足三里在哪里呢 就是你的这个 我们台语叫 这叫 这叫 然后就把它按住 然后呢 你的这个中指呢 刚好在我们这个 进骨的位置 进骨位置呢 对好之后 第四指的位置 其实就是我们的足三里穴 那一般我们还是一样 就是在这个足三里穴呢 给它弄了三分钟 好 这样子一般 从上而下做下来 大致上慢慢慢慢 你的免疫系统 等于就会上升 好 清楚明白 非常重要 酒精如何自制 口罩如何重复使用 欢迎台大化工博士谢介阳 博士你好 欢迎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从酒精开始 这个是台糖官方的版本 所以因为75%的酒精 它就是买不到 对 所以自制你是觉得怎么做 基本上先跟观众朋友 讲个概念 浓度在百分之七十到七十八 都是有用的 没有均力一定要七十五 那如果知道台糖这个配单 是没有问题 但是以居家来讲 我想大家碰到最麻烦的是 家里其实不像实验室有烧杯嘛 对 所以我加到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三比一就对了 就是三份的95%的酒精 加一份的水 三份95%的酒精 加一份的水 那95%的酒精 基本上现在你去台酒买 理论上应该还有 那大家也不用团太多 一瓶其实很够用了 那以居家来用的话 其实你找任何一个容器 比方说像我今天拿的是一个 常用的容器 它的容量大概是100ml 那就先倒三份的酒精 先倒三份的酒精 对 那通常我们以使用来讲 用喷雾品比较方便 所以待会就会直接倒进去 好 因为现在在酒精不足的情况下 仔细看博士 我们编口数 倒满 就是倒一个固定的刻度 像我现在倒这条线 就在这条线 然后就把它倒进去 任何一个容器都可以 都可以就是固定的比例是3比1嘛 所以你就是三份酒精加一份水 那这样配出来的话 浓度是71.25% 好 对 那也是可以落在范围内 那其实你要弄四份加一份也OK 但是我为什么会讲3比1 是因为我觉得大家省着点用 对 这样子可以用 配出来可以比较多 我们供体时间 没错 在酒精不足的情况之下 对 这是第三杯了 对 这第三杯 而且你还拿了一个 我们平常喝的一个小罐子 对 就是水手可得的小罐子 其实都可以 没有拘泥说一定要什么东西 透过间接的方式 对 把它给倒进去 然后水的话 其实大家各位民众不用担心 自来水就可以了 自来水就可以了 不需要蒸溜水 不需要灭菌过的水 自来水其实就很够用了 继续 那这样子刚好是三份酒精 加一份的水 那盖好之后 简单摇一摇 其实就是一个 71.25%的酒精喷雾 这个就是干洗手了 它不是干洗手 干洗手我们会配胶 但以聚焦来讲还好 像我们现在这样喷 然后这样子搓一下 其实它杀菌跟消毒的效果 就蛮不错的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对 这个就是在我们平常 买不到酒精的情况之下 对 买不到75%的酒精的时候 其实用这个方法 可以很简单得到一个 你可以用的酒精 那三比一级浓度就够用了 对 现在理科太太有说 乙丙醇加水也可以 对 乙丙醇的杀菌效果 其实比酒精更好 但是乙丙醇它的刺激性 高一点点 那比例一样是三比一 对 那酒精的好处是 你可以直接喷在手上 你可以在餐具上 做简单消毒 那如果说 你有些家长他比较细心 或他除了肺炎之外 他很想要去 针对肠病毒做消毒的话 其实用漂白水也很不错 那漂白水的比例是1比100 那大家会想说 1比100怎么弄 其实我相信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 爸爸妈妈应该很 一眼就看出来 这是什么东西 你去看完小儿科 小朋友的咳嗽药水 对 对不对 那这个烧杯其实很好用 你大概倒刻度 倒10cc的漂白水 就是一般用的漂白水 这都可以 你倒10cc的漂白水 加1公升的水 10cc的漂白水 加1公升的水 就可以拿来擦地板 拖地 那因为是漂白水 所以用完之后 如果你怕小朋友碰到的话 可以用再清水再擦一遍 那这样其实杀菌的效果就很好 非常重要 现在实名制一周就有两个口罩 我们供体时间 对 口罩如何让它复活 可以重复使用吗 要先讲 就是一个三不一要的概念 很重要 如果你健康的话 你在一些 不是密闭的口罩 你不用戴 那当然如果你今天生病了 或是你进出医院 那口罩当然是要丢掉的 但如果你不是 你只是因为要搭捷运 做公车要戴的话 你是健康的话 其实口罩戴的会臭 主要是因为那一层 接触我们自己的口水 你可以用 卫生纸 垫在里面 然后你到后 把卫生纸换掉的话 其实就OK了 当你觉得卫生纸 不够透气的话 其实 纱布也很好买 对 那纱布 你记得不要整片 你可以把它 把它开来 变这样薄薄的 放在里面 对 这样垫起来比较舒服 好方法 对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 你只要里面这个 你觉得用了一阵子换掉的话 这个口罩只要外层 对待这层没有破损的话 它也可以用非常非常久 我请教一个问题 我能够把这个酒精 这是你刚调配好的酒精 我能够把它喷在 外层之后 然后再把棉片放进去 再带 这样比较能够保护自己吗 可以 可以的 其实内外层都可以喷 但我们建议用喷的就好 你不要把它整片进湿 因为整片进湿 我们不确定它 口罩内层那层过滤层 会不会受水 你包含内层 我们也可以用酒精 喷它吗 口罩其实有分三层 外层 内层 还有一个中间层 你内外层都可以喷都没有问题 我们不建议整片进湿 是因为整片进湿之后 我们不大清楚中间内层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内外这样简单喷 如果你本来就没有生病的话 这样很OK 一个口罩前你大概戴 就这样换一个礼拜 其实都没有问题的 内外层我们就简单喷了 喷完它要干啦 但你马上戴上去 你吸进去就是酒精真切 这样酒测就不会过了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讯息 就是说我们这样喷完之后 我就把它晾干 对 用这个红外线 还是什么紫外线去照 紫外线去照它 基本上紫外线 居家紫外线的问题 是我们没有办法保证百分之半 但有照当然有保闭 但是基本上喷完酒精 就够安全了 然后如果你真的怕的话 其实加热也可以杀死肺炎病毒 可以用吹风机 吹风机把它吹干 吹出来热风机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担心的话 酒精喷雾喷一喷 用吹风机吹干就可以用了 酒精喷雾喷一喷 吹风机吹干 对 但你内层的那个 内层还是要换 对 对 尤其中间有一个棉布 真的是太重要 容我30秒太重要 也就是说拿到口罩之后 外层可以先喷一层酒精 然后里面放一个棉片 或者是卫生纸 那个是可以拿掉的 对 因为接触自己的口水 可以随时替换 假设你只是坐监狱 没有要特别进出医院的话 回家口罩可以重复使用 酒精前后再喷一喷 可以把它晾起来 或者是拿吹风机把它吹干 是的 一周两个口罩重复使用 供品时间 其实一个都很够 有只要 但重点是外层不能够有破损 因为外层主要是 去防止别人的口水 噴到你脸上 只要外层没破损都OK 好 谢谢博士 那不会有洞 就可以了 我吸气的时候 它不会有空气 从外面收吸气来 这样就可以了 离这个墙壁的 大概是一个脚掌 然后我们把身体放松之后 轻轻地往后 烤 示范一个像上面的中丹田 也是一项我们运气 然后筷子不要动 然后慢慢把气弹出来 我们马上来关心 中国大陆的最新疫情 来自大陆的第一手观察 这是年代非常资深的 大陆特派员周宜德 宜德好 文艺姐好 大家好 我们要特别说明 宜德很早就回来台湾了 同时也在家里面居家 自我隔离 完成了自主管理两周 所以没有问题 马上看画面 今天最新的封城 包含南京 这一周也封城了 是的 除了南京 是最新的消息 其实现在目前 整个中国大陆 相继有27座的城市 除了重灾区的湖北 有一半的城市都已经封了 那么还值得关心的是 是有包括长江三角的经济区 这个地方是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命脉 当然有很多的台商 在这边盖工厂 经商 也有很多人在这边念书 所以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是 现在有很多台湾人还滞留在当地 那么这几个地方都已经封城了 包括浙江的杭州 宁波还有温州 这三个算是台商大本营 另外一个还有刚刚江苏的南京 所以这几个地方 其实还有很多的台湾人 值得我们后续去关心的 有一些画面看了非常地惊悚 是在路上或在街上 突然有人倒下来 对 我们看到的很多画面 其实是遍及了整个全中国大陆 不只是在武汉的地方 包括香港 澳门 这些地方都遍及都是 很多人是走在路上 不管是走出社区 或者在停车场 突然不只是倒栽冲 或者是面部朝地 或者侧翻 然后让大家都吓了一跳 这是一种这种发病的状态 现在没有办法证实 但是从医院里面有很多人 是直接就看到医护人员 在那边做CPR 在那边心肺复苏 然后很多人就在那边大喊说 快来人 趕快救命 但是看到了更多的画面是在于是 有一个医护人员 他自己拍出来的画面 他是在武汉的红十字医院 那么他说他拍到了三具的遗体 他其实就是用一个白布 像是棉被一样 就是草草的包裹 就放在那个地方 从早上暴毙 一直到下午都没有人治理 而在整个医护人员的走廊 可以看到这么狭窄的空间 三具遗体盖着白布在那边 然后其他的病患 在那边走来走去 医护人员也在那边走来走去 环境是十分地恶劣跟脏乱 但是他们说 他们已经像高层汇报 这样的情况都没有人管 现在的交通几乎是大乱的 对 自从武汉封城以后 我们刚刚有说了 现在目前至少有27个城市 已经封了 那么相继还会再扩大 他们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 疫情能够阻止下来 但是看起来是 好像还没有什么效果 那么现在除了这一个 所谓的交通的部分 整个是空城记 就是武汉的地方 我们很多从制高点看到 整个街道原来是 人潮众多的商场 百货公司 或是火车站 现在是一个人都没有 那么交通阻断 很多人甚至是为了村民 或者是对外的联络道路 已经封起来了 很多村民是要求你不准进村 那村长是带人直接就 人就是一台车 或者是一个人跟一个桌子 就镇守在这个村门口 就跟你讲说 最近是不需要进村来拜访了 那么你苦劝不听 他们就搬来水泥块 或者是车子 就是人车直接站到 就是党人 不让你进来 现在当地的物资 它如何进行分配 这个是有形容式 所谓的叫做丧失出征 寸草不生 就是很多的 你看到超市里面 包括的是泡面 青菜 肉 这些生活必需品 是全部一扫而空 很多票汉的大妈 为了抢一把青江菜 是直接拿雨散户殴 那么中国老爷爷也是 也是为了抢青菜 因为现在随便一把铜蒿 折合台币 相当于大概两百多块钱 都翻涨了二十多倍 所以抢污汁的情况非常严重 口罩 酒精 或者是干洗手衣 所有人都在卖场里面 大打出手 你观察到了很多一些故事 有一些令人鼻酸 我们也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 有一些已经被封门了 妈妈哭着希望赶快放行 对 这个妈妈就是那时候 来到这个桥上 因为她女儿已经生了重病了 那么但是现在很多的 就是比如说有跨省 或跨市的地方 她通常用桥梁 或是河来做阻断 那么这个妈妈就跪求 希望医护人员能够放官 然后让她的女儿 能够赶快去救治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有很多无所不用其籍的 一种偷渡的方式 包括的是湖北 它其实连接了两个省市 一个是 它的西南方是湖南 另外一个是江西 所以很多人 他既然陆路无法通的话 他就从水路的地方走 所以很多人 他是怎么样子呢 他是做了木筏 或者是橡皮艇 然后想要偷渡到湖南 一个是洞庭湖 另外一个是九江 那一个人投他 就是算一千五百人民币 到两千人民币 大概折合大概就是 快要一万块台币了 就为了把人 送出这个湖北省 很多地方都买不到 口罩一片难求 一大早药妆店内 大排长龙 虽然好不容易找到 还有货的门市 但想到一家一家 问得煎熬 民众怒气难熟 一张店全部没有 很奇怪 早上问三家四家都没有 都买了好几天都买不到 你家六个大人 三个小孩都没有 从店内排队到店外 长长人龙 看不到镜头 宜兰也出现 抢买口罩潮 短短十分钟 口罩卖光光 先换个地方再排就对 不够用 很被找搞不够用 民众抱怨 超商药妆店 口罩售庆公告 从早贴到晚 但店家也很无奈 外甄群没有给我们 我们就没有办法卖你们 我们的口罩都给医院去了 所以你们就没有得买 都卖完了 我们半夜就禁了 禁的都没了 我们供体时间 实名制项路之后 惠文你自己去买了吗 还好 我们家 因为我也没出门 两个小孩也在家里 所以老实说 我到现在一片口罩都没买 而且因为我们之前 就是年前 平常啦 居家我们也都有备着 因为总是会有 需要去医院或者是感冒 咳嗽的时候需要使用嘛 所以我们家目前状况 是还足以支应这样 但是从这个媒体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几天确实是口罩之乱 就是几乎生活重心变成 要去抢口罩 抢酒精这样子 然后到处问到处找 都找不到 所以现在政府为了解决 这个方法呢 目前最新的状况就是 刚刚讲的实名制的部分 那大家来看一下 实名制的部分也就是说 让每个人都可以凭健保卡 我们的通路从便利商店 改到药局去了 那你可以一个礼拜限购两个 一个人这样子 然后过了一个礼拜 你还可以再买 那主要出发点就是能够摆平 这个所谓的公平性的争议 因为之前大家买 可能有人重复买了 有人囤积了 那有人真的买不到这样子 那开出的解方就是 除了凭这个健保卡之外 还要你要看日期 不要忘记了 看你的身份证的后面的 起码是偶数还是基数 零小偶数 零零零零小偶数 然后做一个分流的一个状况 希望能够解决这一波的 这个短期口罩的数量不足的 一个现象 但是很难讲 就是说到底这个短期的解方 是不是能够奏效 因为据我今天得到最新消息 还是开始有一些声音出来 是包括我们的第一线 医护人员可能不足 或者是说有一些警察单位 或者是你平常是驾驶运输的司机 这些可能在外面 常常要爬爬罩的人 他们可能没办法应急了 有很多诊所甚至要休整了 因为他们口罩也是不足的 是 还有一些生活的现象也出现了 例如说要开学 结果前天收到说 现在开学日往后延 是 非常地驾驶 因为包括我们家 两个都是国小时期的 那当然就是说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一天就是讯息一出来的时候 刚好我们礼拜天嘛 我们带小孩在外面 然后马上家长群组 咚咚咚咚咚咚 所有人都反映出来了 然后我们隔壁桌 我们正在吃饭 我们隔壁桌有一个也是游客吧 他们就 就有听到一些民众就觉得说 为什么要小提大做 就是他们的反应 就每个人反应也蛮两极 就会觉得说 有人觉得不严重 为什么就不能及时的开学 准时的开学 那有人会觉得说 这个是要避免群聚 可是问题来了 像我就会第一时间反应 会觉得说 那避免群聚之后 如果我去了安亲班 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在家里 雇小孩的 我去了安亲班怎么防疫 因为安亲班或补习班 大家都有经验的家长都知道 就是一个很密闭的空间 而且大家坐得非常近 那又怎么办 所以这个安亲班的家长 的老师们或业者也是很紧张 或是幼稚园 因为像我们这边有提到说 私幼其实他们是没有寒暑假的 都是已经在开学的状态 所以到底在这个部分 怎么样去处理 然后怎么样避免大家的恐慌 因为真的很多民众会觉得 你叫我健康人不要戴口罩 可以在路上这样子走 是安全无虞 可是又担心群聚 就是说学校必须要有这样的 因应对策 是不是在这个拿捏上 一般民众真的会困难 我自己觉得说好像不必延后开学 不过后来想一想就是说 为了武汉病毒是不需要的 但是现在还在流感的这个高风期 那你现在又叫小学生全部都挤在一起 流感反而更危险 现在流感死了五十几个 大家都不怕 大家都怕没有半个病 没有半个病人的武汉病毒 那所以延后可能也对啦 因为你只要拒绝就会有其他疾病 那口罩不够是事实 那所以把它让给需要的人 那小学生那可能是需要 那警察还有医院里面的工作 不过医院有另外自己的口罩 那医院里面有些清洁工 什么警卫什么 他们也需要 那必要 那开车的司机 计程车司机这些 他们因为每天接触那么多人 那反而需要 把这些口罩让给 有需要的人 我自己其实我只有两个 我没有去买 所以那不是剩一个口罩 没有 我只有两个 那后来因为我这几天冷 气喘 那我会咳嗽 又不好意思 一定要戴 就用掉一个 他是好省的 结果我太太看我可怜 又给我另外一个 你没有看错 我们是叶金川教授 亲自来讲解 如何戴口罩 还有口罩的种类 来 署长 现在我们知道N95 它是最强的防护力 医护人员需要带它 对 那个是直接接触病人的时候 也知道说这个已经是病人 或是看门诊 他不知道哪一个人是病人 只有医疗人员需要 主要的目的是让它可以跟你的嘴型 可以密封 也就是说你戴好以后 它不要让它有任何的气可以进去 气都要从这里吸进去 那它可以把病毒大概95%以上 都吸在 它是不支部 对 很密很密 那连病毒都过不去 那续菌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花粉 因为它太细了 那些颗粒太大 但是我们一般健康的人 不需要使用到N95 我们一般人就用外科口罩就可以 那它其实原材料是一样 它比较薄 那它这个好几层 这个只有一层 它只有一层 那它对这个病毒 没有到95 就是续菌 什么尘埃或是花粉 80% 那因为它比较薄 那个不支部 久了以后 可能还会有洞出来 这个就是现在买不到口罩的 外科口罩 我请署长自己来拿比较干净 这个是全新的口罩 因为署长只剩一个了 那么带它 主要你拿外面这个 先把它套上去 然后最主要是要调整这个 这里有一个铁杆 这个在上面 那把它密封在你的鼻子上面 这样就不会空气是这样进去 结果你病毒前面进不来 它是从外面进来 那把它密合好 对不起 我没有拉好 撑开 把它撑开 那从这里把它弄好 那有些人问说 那这种小孩可以不可以戴 只要能够密合 它就可以戴嘛 你把绳子绑短一点 那 它能够 能够符合我的脸型 那不会有洞 就可以了 我吸气的时候 它不会有空气 从外面收吸气来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买不到儿童口罩也可以 你只要让小朋友密合 你至少这个比没有好嘛 那至于其他三个 这个有特别的目的是活性碳 活性碳 那活性碳它主要不在防病毒 它是吸液为用 对 它活性碳的目的就是 它会把那些化学分子 吸到它的活性碳 但是它的洞还是比较大的 它不是来防病毒的 这个是可能 防病毒就用不上它了 对 那我刚刚还问说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因为我没看过 它没有任何的功能 原本说 你怎么拿一个电监来 对 这个是海绵口罩 对啊 它什么都不能防嘛 美观 那可能是美观 你画只米老鼠 画只什么 对 所以正确的戴口罩 跟选择口罩 应该是这个东西 就是现在 叶金川教授手上戴着 外科口罩 吃喝睡都正常 不过你在家 可以勤练防疫工 老师不是开玩笑的 制作人 我建议你上警语 因为老师今天要教的 这一招叫做 回春靠壁工 墙壁在这 我要先跟大家讲 因为我这个不是 不是时薪的 我没有修缮费用 哈啰 小哥你出来一下 所以我请了一个人 在后面把这个墙壁 给挡住 棉的他把这个墙壁 给折断了 可不好了 就座 请归位 老师 什么叫做回春靠壁工 这个在我们这个 以前的道士里面 大概养生 他透过我们自己 一个内气的一个训练 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来改善我们的体质 那这个在太极拳里面 是属于一种 内功的锻炼的方式 但是你要配合这个气功 要有正确的练习方式 如果不正确的话 可能会伤到自己 对 像这个工法叫做靠壁工 那有的人就是拼命地撞 结果后来不但身体没有撞好 把眼尸网膜撞玻璃的 脊椎撞到断掉了 我们听到很多话 撞到吐血都有 所以要慢慢来提醒 对 所以那是这样子 亲切地靠过去 那内气的发动是从 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 在发动 对 那从身体来发动的时候 就我们刚刚所谓的丹田 就是在 就是我们的一个气海 气海穴这边 这左右跟底下三指幅里面 我们是一般所说的下丹田 那我们利用气息的震荡 来强化我们 加强我们肠胃蠕动 跟改善我们的体质 所以说我们先列一个 基本动作 就是我们可以用舌尖底上饿 上饿就是上排牙齿 跟那个舌头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用手指 轻轻地把它压进去 然后我们可以每天在家里 做这种练习 它可以强化你的一个体质 比如说我先示范一下 大概是我们这样压上去以后 然后我们发出很快速 简短有力地发出 叹的声音 叹 叹 叹 对 那么我们在经过这种气息的 锻炼之后呢 那你可以慢慢去加强 然后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气场力必大 然后我们如果身体越好的人 你会讲话如生如红中 对 不会强气如油丝这样子 那所以说你经过这个训练了以后 你看 叹 它的力量会很大 所以说如果大家经过一段训练的时候 你可以像我可以示范一下 这是一个我们一般吃饭的筷子 上鲸鱼喔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 那如果说这个力量如果够大的话 像我们这样 我们把运气运到下丹田 你要可能练到说 我们这个快速地发出一个 一个弹力 把气灌到我们的丹田下去 我的妈呀 那如果这种锻炼的话 来慢慢地一个 强化我们的一个体质 三节啦 对 那其实上这种锻炼来讲的话 也不限于在下丹田 在我们的中丹田事实上也可以做 同样的锻炼 那这个也是 像我们再示范一个像上面的中丹田 也是一项我们运气 那筷子不要动 然后慢慢把气弹出来 锻炼截啦 好 那再来就是加上我们一个靠壁的功法 就是我们从这个气息的震荡呢 那配合我们的音波的震荡 所以说我们在喉咙也发出一个 哒的声音 就是我们刚才练习的基本动作 那我们找到一个墙壁呢 把我们的胸椎 那腰椎不要去撞到 很多人就撞错的时候 他可能在腰椎撞到 就发现我们的腰好像撞坏了 那也不能撞到头 很多人头就这样往上去弄 结果呢没有练到靠壁弓 练成一个铁头弓也不太好 要撞 把脑袋撞傻了也不行 所以他练习的那种很简单 我们在家里就是一个 这个很小的一个空间 找到一个比较强壮的 就比较坚固的墙面 下中卫小心喔 身后 然后我们大概离这个墙壁 大概是一个脚掌 然后我们把身体放松之后 轻轻地往后靠 大家可以先试试看 这样轻轻往后靠 那它往后靠的时候呢 我们的气让它自然 它会产生一个吐气 吐气的时候加上我们的喊声 让我们的腹腔 跟我们这里的里面的气 跟我们的声音形成一个震荡 然后我做个示范 就是很轻轻地 那很轻轻地放松以后 对 那慢慢地 我们每天这样做的时候 它慢慢地可以强化 我们内在的体质 增加我们的抵抗力 我的棚井 刚刚晃了好几下 还好 没事吧 好 所以家里面坚固的墙 就是像你这样做 对 因为一般来找一个 比较平面 比较大的墙 那以前在道士的话 他们是找一棵很大的树 对 那他们可以接到 那种大自然的气 再来这个叫做 太极浑源 装功吗 增强抵抗力 把你身上所有的一个气息 往下降 降 降 降到脚底 那你会发现到 在一两个月之内 你的身体就会感受到一个 很大的改善 再来这个叫做 太极浑源 装功吗 增强抵抗力 锻炼的时候很简单 我们讲说拳打握牛之地 在站桩里面 就是两个脚一踩就可以了 两只脚要像运斗一样 平贴在地上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胯 往下慢慢地放松往下 好像在坐电梯一样 坐到感觉上两个脚掌 很像运斗平贴在地上的时候 这时候能够接到地气 OK 然后两只手很自然地放松 让它自然下垂 然后我们身体往上拉 这时候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把你身上所有的一个气息 往下降 降 降到脚底 然后意念把它放松 把全身的每一块肌肉 每一个关节都放松 这个功法就是那么简单 但是你要去这样把它练习 所以说你会慢慢地 从上面的气放松到下面 那一般来讲 我们建议大概练五分钟到十分钟 那你会发现到在一两个月之内 你的身体就会给得到一个很大的改善 包括你的体力精神都会变得很好 好棒的防疫工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好 我想请教刘博是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大陆防疫扣自己 大陆流行白馒头 可以阻挡武汉肺炎 这是什么意思 现在因为大家 他们有规定说 每两天 然后你们家里面的人 只能有一个人出来买东西 然后他们是要去小区登记 因为他怕你重复出来 那因此他们的门连 过年的门连就变这个了 变成说 我去你家你紧张 然后你来我家悟我心慌 所以横批叫做站不来往 站不来往他们在家里也很无聊 所以一般他比较偏北方的人 他就开始做馒头 那为什么做馒头 馒头有黑糖馒头 有什么桂花园馒头 那他们内地人专门做白馒头 这有道理的 因为白色的东西入肺 他把这个肺去掉之后 就可以减少这个武肺的感染 所以他们内地人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小小的噱头在 书长 我们有的时候 在防疫会踩到一些地雷 每次划手机 会划到很多这样的资讯 我家有钥匙 我不敢去碰那个电梯 所以大家很多人就拿笔 拿钥匙 12楼 5楼 然后戴着口袋就走 这样是对的吗 尽量减少接触 不过那个笔 你最后还是会接触到那个笔 对 在SARS的时候 我们住电梯里 住在隔离区 其实我是直接用这个 用手肘 一无反正 最后一定要换掉 每天都会换 每天都会清这个 原理其实很简单 尽量少去公共场所 接触到那些 大家会接触的东西 请洗手 这个时候非常重要 你去流动的洗手台 把手给洗干净 我会接触到那些 还能靠 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